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公布预测报告指出 2024年全球半导体晶片制造设备销售额有望转为增长 2025年预估将呈现强劲不苏 销售额有望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荷兰半导体大厂艾斯摩尔与三星电子将共同投资约1万亿韩元 约合7.6亿美元在韩国建设一家开发尖端半导体加工技术的工厂 中国房市平爆雷 房地产巨头碧桂园深陷债务危机 为了自救碧桂园高管集体降薪至月薪人民币1万元 彭博社报导马斯克旗下社交媒体X 今年广告收入预计将锐减至25亿美元 约新台币786亿元左右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